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介紹一下我們的班級網頁 我們在網址列打入CSMUD99.co.sc以後 就會自動到我們的首頁 這個是一個公開的頁面 對於我們同學來講 我們需要先登入 登入就是我們之前填的D99的Google帳號 登入以後我們就可以看到 學問我們班自己的共筆下載和考古題的頁面 那這些頁面大家當然可以自己試試看 那這也是最新消息 他把文章都節錄出來 節錄的小小的一點點 那右邊是行事例 如果同學有知道有什麼行程的話也可以告訴我們 那我們可以放上去 讓大家也一起知道 那行事例就是在左邊這裡 它是完整版的 比較詳細的頁面 它可以選月份 9月、10月 也可以選 那個代辦事頁 或者是檢視的模式不同 那各課的注意事項 就是老師上課講的話 然後我們做共筆 要注意的什麼什麼事都放在這個頁面 那講義的話 就是從學校的課程的網站放下來的 全部放著 這樣比較方便 都不用麻煩 那個共筆的話 我們組長可以把做好的共筆 PDF長傳上去 或者是直接在這邊新增 我們Google文件的網址 放在這 然後其他同學也可以一起登入去編輯 或者是你可以設全線 只有你們共筆組能編輯 其實都可以 那考古題的頁面這邊 這邊可以看 這是一個空白文件 也可以一樣 按這個編輯頁面 編輯頁面你可以插入 你的Google文件 插入你的Google文件的話 點一個進去選取 然後它就插入了 然後這個Google文件 它會叫你設定一下你的大小 那就沒關係 設完 以後 就內籤了一個Google頁面 Google文件 那這個請大家填一填Google帳號 那這裡可以開啟 是可以填寫的 然後 照片那個之前大家有看過 財務是給總務打的 那我們可以看看我們花了多少錢 那幹部訓練這個是 主要是給幹部看的 大家當然也可以看 那會議紀錄是給大家看的 像我們上次 開會的結果就是 做共筆的方案 方案最終大家表決通過的是 選填志願 像我們考紙考 選填志願這樣 我們有五個共筆組 所以大家就填五個志願 那 那 地志願的人 比方說 填共筆組 深化組 地志願有二十五個 然後剛好 深化組也 也差不多需要二十五個 然後 那二十五個就可以直接到深化共筆組 假設有五十個人 第一志願都填深化共筆組 那這樣子的話 共筆組長那就抽籤抽出二十五個來 那其他每抽到的二十五個 就去看他們第二志願是什麼 就去參加他們第二志願共筆組 假設人又滿了的話 那就共筆組長抽出需要的幾個 然後其他的 跑去他們第三志願 點點點 所以這個我們會議記錄大家都可以看 看看我們開會開了什麼東西 那聯絡我們 如果同學有什麼資訊 或者是想要一起編輯的話 也可以聯絡我們 這是我們的信箱 那這個Skype狀態是我的狀態 如果上線的話你們可以call我 跟我聊聊天 那這個QR Code 是給Mobile Phone用的 那照一下就可以進來這個網頁 這裡有一個搜尋功能 之前有人建議說 因為寫作平台很雜 如果要很快找到一個頁面的話 好像不是很容易 那就可以在這邊按搜尋 比方說我們要搜尋 有關定書的事情 那就可以在這邊打定書 然後它就會出來有關定書的事情 那會發現它連檔案櫃裡面的PDF檔都可以搜尋 比方說我打古學 然後頁面裡面有古學的它會出來 而且PDF檔裡面有談到古學這個字 它也同時會出來 所以是蠻好用的 大概就是我們寫作平台的介紹 但是平台都是可以更動的 如果同學希望版面做怎麼樣的改變 或者是有什麼資訊要提供 比方說這個好康爆爆 有什麼資訊要提供的話 都可以提出來 提供考古題啊 詳解什麼的 比方說有什麼才能要開課叫同學的話 在這邊申請一下 然後就跟同學說有沒有有興趣要聽的 那這個是BBS 這比較特別 這不用下載PCMAN軟體 就直接在電腦上 網頁上就可以用了 就是對於在公共的電腦比較方便 那用的方法一樣 這邊可以選語言 檢視language 就是選繁體中文 然後偏好設定 都可以跟PCMAN差不多 然後我們只要打ptt.cc enter進去 就去我們的網站了 這個跟我們一般的用法是一樣的 也可以進去99ptt 我們按關閉連線的話 那就關閉了 就是很簡單的用法 謝謝大家的收聽 下回待續